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研究的观光标示设计为主题 介绍台湾交通工具的标示 要如何改善 让外国游客更容易了解 胡骏泽所长在演讲中分析了台日贸易 从以前到现在的转变 虽然进出口项目不同 但一直是逆差 以前是机械工具 现在是消费民生用品 而且因为经济前景不佳 日本进到台湾货物总金额也降低 对台湾来说 经济成长预测率一直向下修正 是必须注意的体现 今年预测 后来又往下修正 是1.06 大概如果是经济成长率 台湾在1%上下的低水准大概是从2009金融海效率 非常低的一个水平 大概这几年大概是大概会这个情况 另外我们去年的这个出口跟进口大概都是成两位数量一个减少 国建会原民中华民国国家建设研究会 原本是海外学者对台湾政府提供进营的机构 目前转型成海外学者联谊 并且交流研究心得成果的团体 台湾流入学者虽然不多 不过对台湾教育仍旧关心 国建会会长林靖三就说 希望更多在日中生代新生代的学术界人士参加国建会 让会员年轻化 一模一样 我们需要有很多新学院一起来参与 大家是我们自身的嘛 所以我们希望中生代年轻的学术专家 希望的话能够共同来参与国建会 8月中在台湾的 目前运定是北市图 我们会办一个留学分享的讲座 希望在台湾整个要过来的有学生 可以听一下 目前已经在日本留学的同学的分享 那接下来我也会去跟台湾各大 因为现在台湾其实政治生越来越少 那教化学生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会去拜访一些国际事务处 让他们可以知道说 你到日本来 如果没有人可以先熟悉这个环境 那就可以来找我们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 冲上学生交流平台嘛 然后也希望可以让留学生在这边 有一个依靠的感觉 出席国建会的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 教育组组长林世英表示 政党轮替之后对教育不会影响 教育组希望扮演衔接角色 希望各位海外学者老师们能够对台湾教育提供积极建言 作为教育部施政的参考 到目前为止啊 大概中生代新生代比较少 那我想这是我们要来共同努力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机会啊 我想我们教育组啊 稍微扮演一下刚刚讲的那个投影机跟电脑的连线功能啊 希望以后啊 有机会让我们的学人跟我们的留学生啊 能够有机会啊 来做一些教育 或许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各位可以找到一些新生的力量 现在政党轮替我们会不会影响 在这边跟各位讲 我们都没有影响 为什么 因为教育是百年打击 百年的打击 而不是一天的工作 所以不会有影响 台湾新闻东京报道 COLúsica 啊 这小鸟哥 表达这些还没有 Ting,你是不是 实际上有他们的 好多重 ,乘 metro 这堆obile